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近日,美国调研公司MBLM公布了2018年品牌亲密度报告 品牌亲密度是衡量一个品牌跟消费者之间情感联系的紧密程度 下面这五个品牌与千玺一代消费者有着最紧密的情感联系 1.苹果千玺一代是与互联网同步成长的一代 87%的人称他们的智能手机从不离身 80%的人表示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 他们精通科技产品而且希望自己的科技产品效能极佳 因此提供优质电子产品的苹果公司很受他们喜欢 2.迪士尼迪士尼是伴随着千玺一代成长起来的品牌 现在依然很受人们喜爱 怀旧情绪是迪士尼流行的重要元素 同时该品牌也拓展了很多其他业务 包括星球大战和漫威漫画周边产品的专营权 这些品牌也能加强迪士尼在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力 3.ELF YouTube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 旗下的一个视频分享和观看平台最流行的社交APP之一 Youtube排名从去年的第十月升至今年的第三 千玺一代喜欢随时带着手机 而Youtube只供的短视频让他们随时随地都能观看 视频分享和观看迎合了千玺一代的生活方式 4.Target大衰退 对千玺一代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导致很多人只能长时间待在家里 这让年轻购物者们对价格很敏感 无形中为Target折扣店带来很大竞争优势 过去几年 Target做出大量努力来吸引千玺一代消费者 比如提供更多有机五果和绿色食品 开设小规模专卖店 与吸引年轻人的品牌设计师合作等等 这些做法在不断加强Target在千玺一代消费者中的影响力 5.亚马逊 亚马逊出现时 千玺一代们刚刚步入青少年时期 因此网购对这些人来说就像是第二本能 很多人从小到大都看着亚马逊带笑脸的盒子被寄送到自己家门口 他们长大后 自然而然也就选择在亚马逊购物 更重要的是 亚马逊为消费者提供了很棒的客户服务 人们喜欢在社交媒体分享他们对产品的看法 并在购物前查看其他亚马逊用户的观点 亚马逊已经成为千玺一代必不可少的购物平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